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那有好几个朋友说 陶哥你能不能看看那个江文的一步之遥 有人反应不错 有人反应不好 对吧 这个反应都是两极的 我估计可能今天明天有机会能看 那一步之遥呢 其实给我的感受呢 就是让子丹飞那年拍的片子 对吧 所以他是给我的体会 他是连在一起的 让子丹飞一会儿打到一步之遥 还差这么短 差一脚没打着的还 让子丹飞一会儿呢 后来那土匪实际是蔡厄的警卫队 对 人是正规军 是正当防卫的正规军 上哪去 上上海 反上海滩去了 那今天我跟 其实我记得大概在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前 原来我说过 我说今天他所做的 习近平要做的事情 他只能是翻江倒海 翻掉江泽民 倒毁上海滩 这是我原来说的 那上海出事了 对吧 上海外滩出事了 人叫上海踩踏 这就我跟大家说 当有些事情出现之后呢 是非常悲剧和没办法描述的 就没办法 事情出了就没办法再说了 但是上海踩踏这件事情 围绕着他一定是没完的 一定是会引发出某些故事 那我们知道 昨天是前天我们提到了 江泽民在1月1号这天呢 去了这个海南 去了海南岛 对吧 上了东山 所以媒体都说他要寻求东山再起 江泽民如果寻求东山再起的话 那习近平 王岐山 反腐打的就是他 已经伤掉了他 已经伤了他的筋骨了 所以才有东山再起这一说 对不对 你东山再起 你就是前头烟鸽了呗 咔嚓给咔嚓了 对不对 蛤蟆蛇了三条腿 还剩一条腿 东山再起 金鸡独立 都叫东山再起 就看你怎么起了 但是呢 他的问题出在于 他已经 就是大家没有什么协商 什么都没有了 这事只能一干的插到底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概念 所以我把江泽民到海南岛的东山 称为是江泽民的新年贺词 而习近平的新年贺词最后的结束 也用了开工没有回头键 2015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故事 我们2015可能发生的事情超越于2014 2014发生的事情都是警示 警示的意思就是提醒着观者 提醒着旁观者 提醒着既是旁观又身在此中的每一个中国人 思考自己做人的道理 对吧 思考自己做人的道理 我说的道理很简单 在过去20年里被塑造的价值观 就是有钱 有图 有图 有钱 前途还是图钱 是一个道理 有了钱就有了房子 有了车 有了女人 有了一切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人的欲望的放纵中 可是今天被打下的官 对吧 当王岐山把通奸就是罪 党纪高于国法放上通奸这个罪名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中南海中共中央委员会里面就是妓院 没什么可讲的 因为他可以用通奸这两个字干掉他的所有的敌人 男女都行 这却是过去20年的辉煌 25年的辉煌 对不对 这是事实 而今天 而这种辉煌可是塑造了一代人两代人的社会价值观 今天在上海在上海滩 对吧 在南京路 在北京的金融界 在北京的亮马河亮马桥三里屯一带 奔波的都是寻求欲望满足之地的 男女都算 而2015呢 出结果 恐怕真的会出结果 而这个结果 上海踩踏就是一个标志 他是跨年度的 死的是年轻人 死的年轻人寓意着什么呢 没有未来 大家想想没有未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在繁华四锦的那种繁荣的夜晚 等待着希望的烟火 而死去 真的 但是从佛家的轮回转世上说 可能有它的一些原因 所以这是我说 人出事了就不好再评价了 因为人已经走了 但是对于活着的人要会看待 这样的悲剧的开始 那是新年一时啊 揭示着今天2015的所有的后面的故事 当然面对中共现实环境当中的打斗 那它自然会有它的打斗了 我觉得这是真实的 这也是真实的 那在打斗过程当中 新华社大概前天出了个词 就是山头主义 山头和帮派 直接点名了 包括石油帮 山西帮 还有什么四川帮吧 还是政法委的帮派 是这么说法 所以这个就是 讲中共内部山头林立 中共内部山头林立 那就是你死我活 中共内部山头林立 就表明过去的时间里面 这山头不是今天堆起来的 对不对 是过去时间堆起来的 而这个山头一定是变成了 当围绕着以党中央为中心的 谁谁谁为中心的 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都是扯淡的东西 因为这个政权 是最大放纵个体者的欲望 扼杀人性 他一定会有山头 没山头才怪 除非萧平所有的山头成立他自己 当他自己成为山头的时候 别的所有东西都会吃死他 他只能喊万岁 当喊万岁的时候呢 现在是2015年来 对不对 那就是袁世凯腹地的 所以这个 今天的年代是一个化时代的年代 纽约时报有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反腐更反山头主义 在说出山头主义的时候 大家盯掉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故事 在我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他在为后面 薄熙来 周永康和他们的服务的曾庆红 江泽民 所服务的本来要在2014年杀掉习近平王岐山 政变的说法在做铺垫 有山头 这山头就得往大了走 当山头往大了走 必须吃掉主子 否则的话这山头没意义 我成立山头 我绝对不会让另外一个主子站在我山尖上 尿泡尿 不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为后面在铺垫了 山头主义是2015年开版说的 2014年是原本周永康 薄熙来要杀掉习近平的年代 文章提到说 拉帮结派是中共最反感的地方 所有干部都应该是党内领导层意志的无私工具 这话都是非常有趣的说法 其实共产党就是最大的山头 最邪恶了 所有干部都成为党的领导层的无私的工具 泄欲的工具 说句难听话 所以贪污受贿已经是很恶劣的 但他们通常被断定为个人的堕落 但是山头就变成了危机党的集中统一的基石 对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 新华社批山头 不在什么令计划 山西方不在这 批山头是做舆论基础的 文章讲 最近中共官方评论当中 出现了一个圈子文化的说法 出现了老虎苍蝇一起打 更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在近年落马的一些大老虎的背后 多有一些官员与之 有着千似万缕的利益联系 所以山头是被钱和肉拉在一起的 我觉得道理挺简单的 对吧 当李东升可以把中央电视台的女人 培养成那样的女人 然后当成礼物去送 而那些女人也就非常欣赏 享受自己这被送来送去的这种生活 对吧 男人都是男人 给谁不是给谁 给谁都行 对不对 给谁都无所谓 只要满足我的需要 有人说 那脸 老大的一张脸掉在地上 摔碎了 道德已经没有真操了 真操已经摔碎了 真操不是摔碎了 是后来连来根本来就没有了 摔碎了它还有过 那脸掉地下摔碎了 它还有过脸 共产党没脸 所以文章里提出了这个包括秘书邦 石油邦和这个政法委系统 那也有时候提到山西邦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说法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就是说 这种批斗的说法并不代表说对周永康现在如何 对林基华现在如何 只不过是借助着现在的概念 是往上打 人民日报曾经评论这么说 有些干部的小圈子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寄生 利益输送的关系 一群依靠滥用权力 谋取私利的利益共同体 那这篇文章说 其违法违纪触目惊心 其后果危害祸国殃民 又把国家跟老百姓给放在一起 都是你们玩的 包括你人民日报自己玩的 对不对 你们人民日报自己里面有多少利益 枢纽 利益输送 利益关联类 对不对 如果党的最高的智囊团 那里面的党 那里面的校长 翻译和书写有关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的主要的领导 跟他的学生之间都是肉与肉之间的关系 在肉与肉之间的关系上 在描写着如何利益输送 危害党的利益的故事 我怎么能相信 人们怎么可能相信 说你人民日报社本身清廉的跟圣女一样呢 你要跟圣女一样 那你前面被打下这些官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想一想 对不对 人民日报不是也在李长春 什么这个那个的控制之下 对吧 文章也提到说 周永康令计划 以及其他被调查的官员 毫无疑问将接受庭审 随后被定罪被监禁 但那么不确定的是 他们指控中是否包括着宗派主义 这个宗派主义呢 就提到了四人帮 四人帮的指控叫企图篡党夺权 所以跟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概念是类似的 他真正的指控不是现在的人 真正的指控是最大的 更大的罪名 而这更大的罪名 到周永康被下来的时候都没有提到 薄熙来被判了也没有提到 我的说法是给曾庆红江泽民留着的 要注意这个时间 与江泽民东山在一起的说法 是吻合在一起的 文章的最后呢 他讲说习近平曾经展示过自己 对韩非子的熟悉 那是法家了 这位出生贵族的政治思想家 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观点 今天依然会引起共鸣 那我 而我个人的说法呢 就是那个道理 现在的时间 是2015 对吧 现在的时间是2015 今天发生的任何的事情 是看到共产党本身的邪恶 就与此同时 那北大法学院的学者 张千帆教授 那有一番说法 我觉得正好跟今天中共体制 在反腐过程中的未来的走向相对应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这么讲 张千帆称反宪政本质上就是反人类 文章写的不太长 他也并没有完全把张千帆教授 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当中那篇文章整个翻过来 他主要阐述了一些基本的观点 他讲张千帆教授有关这个宪政的论战中 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勇气 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叫做邝智忠 他说在中国党和宪法哪个大 党受不受宪法的约束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正确回答 有关宪政的辩论是不能说清任何问题 他说这个东西讲不清楚的 搞来搞去 要说依法治国的话 党还是要在宪法之下 那就得否定一党专政 一线治国 真正实施只能废掉中国共产党 没有任何出路 但是现在我的说法 是在这种大变革之中 而客观所发生的事情 什么叫客观发生的事情 上海踩踏就叫客观所发生的事情 非人力可为 非人力可为 但却是今天这个制度一手所造成的灾难 它将触及到整个社会各个层面 使得人们认清唯有抛弃共产党才是出路 因为那样才能保住自己人性的一面 为什么 共产党反人类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